天语集团于2024年7月 想你个人报告 他不信了 持续进行 三十七七三年 自在容设总绪 邹请天语集团董事长 林天语 天线上线的 林天语集团上市7月 是正式启动 集团董事林天语 老林 你儿子可态度出息了 这和大领导都玩手 不得了啊 这是当大老板了吧 老林的 你太厉害了 下班妹子 你就等着下胡吧 都是你们叔叔大爷 教育的好 要不是你们帮衬 当年那能考上大学 儿子来电话了 你爸 爸 我在车里进来 旁边说 明天就搬过来 跟我一起住 儿子 我就不去了 你安心工作 不用管我 不行 妈去世的走 你一个人在老校 不放心 明天 我就派人过去接你 这孩子 行吧 但是 你不用来接我 抱你的 那我自己去就行了 那是天语大厦吗 我知道在哪儿 好儿子 都是别人家的 还是读书有出息呀 来 大哥 我说两个 哪一条 没用 去 啊 啊 老伴儿啊 孩子在城里安江 我呀 也带你去享福 啊 儿子 我去享受地铁啊 儿子 这次和天语集团的合作特别重要 拿下这一单 公司足足有几个亿的领人 这次千万不能出错 你放心吧 咱们那一切出嘛 哪有闹不下订单 哎呀 这怎么还跟农民工啊 这可是护城地铁二号线 是这种臭农民工能来的地方吗 姑娘 我这个袋子里 装的不是垃圾 是我从乡下给儿子带的腊肉和萝卜干 你看 跟着那么远的我认你臭烘烘的 你要把袋子打开了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配坐地铁吗 护城最有名的就是二号线 现在被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 搞得跟下等人钻线似的 我买了票了 有什么不能做 大爷没事 要不你赖我这住 谁惯着他俩臭毛病 你俩要不不愿意坐地铁 就自己滚下去 就是 地铁是你家开的呀 没有农民工 你能坐下地铁吗 哎 行啊 姐姐 算了 咱们不跟这些下等人去讲 怎么了 竹铁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他就是个专门偷拍女生群体的老流氓 我到底看看你到底偷拍了多少女生 我就是捡东西随便把手机放地上了 我没有偷拍 你就是竟然捡东西 故意偷拍女生群体的 你们都是老流氓的套路 我们熟悉得很 就是 你动作这么熟练 一看就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误会这俩姑娘了 这老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是啊 看起来那么老实 还敢出什么事 人窮就算了 还这么下流真丢 看什么好意思 等一下 我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我就是捡东西随手把手机放地下了 我真没有偷拍他们 哪个偷东西的会说自己偷东西啊 姑娘 能不能把手机还我 要不然我儿子一会儿找不到我了 你一个死了东西在干什么 我 我只想拿回我自己的手机 你这么着急拿回自己的手机干什么 是不是里面真的装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内容啊 你给我老实交代 到底偷拍了多少女孩子啊 我 姑娘 你看 我都这个岁数了 都到了当你爸爸的年龄了 我 偷 你当爸爸 你个老东西肯定是这里不行了 靠偷拍女生找刺激吧 姑娘 你可千万不要把手机还给那个老人 万一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那手机里有很多女孩子的群体 那要是流传出去 给人造成多大伤害啊 是啊 你检查一下他手机里到底有没有偷拍的照片 手机损运法多少 快说 我检查一下你的相册 你要是真没偷拍 我们就把手机还给你 好啊 密码是123456 你们看看 里面真的没有偷拍的照片 相册是空的 这个手机有自动隐藏照片的功能 这老头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连隐藏照片都会 这啥是隐藏照片我都没听说过 就是拍了的照片 会自动隐藏到之前编辑好的相册里 这外人怎么可能发现呢 这 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不会拍照啊 你还抓 哎呦 可以啊 还知道拿一张照片来遮挡摄像头 你还要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你女藏手机摄像头的证据 这是我老伴留下的 唯一的一张遗照 你还给我 还给你啊 你跪下来求我呀 你跪下来我就还给你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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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把照片还给我好不好 你一个老变态 你竟然摸我的胸 你干嘛呀 大家都看到了吧 妈呀 就是个老变态 借着抢照片的动作 居然偷破女孩子胸 我 我 我没有 我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真的没有啊 这老头这么大岁数 怎么还这么臭乎要你 他也不怕给子女丢脸 子女要是看到了 还怎么抬头做人 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了 哦 哎 这些乡下人啊 在大城市 做的全都是凶龙事 这就是 我非得给他个教训 我的什么技术 终点站天影集团到了 请坐好下车 走吧婷婷到站了 这次啊 这不跟这个老龄猫一般见识了 还是去天影集团签合训了解 是 起开 好 好 快走点 我迟到一场签约 什么事 我堂姐胡小丽啊 是林天宇的未婚妻 有她这层关系在 咱们这次签约 是那就稳了 我听说啊 天影集团的总经理 林天宇长得可帅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我也没见过呢 不过 咱们一会儿就见到了 要不是她是我堂姐夫 不过了 算了 先走吧 哎 这老婆怎么跟过来了 我去教训她一下 你个老雷王想干什么 跟东报复我们吗 不是 我来找我儿子 我没跟走你们 你个老雷王 最好给我小心一点 你要是再跟着我们 小心我叫人打断你的腿 行了 天天 别搭你这个老邓 这好像是天影集团的车 宝马差五多了去了 也不一定是天影集团的 而且 就算是停在路边 也不一定是接着老头的呀 行了 婷婷 天影集团许话部的孙总 已经在门口等我们了 走吧 爸 儿子 我给你打电话怎么 你这手怎么了 不能让天影分心 以她的脾气 还不一定出啥事 没事 我出地铁的时候摔了一跤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 这点小伤不算是吧 走吧 好吧 你看你 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 多累啊 蔷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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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lan 我真的没看错 他真的在那辆车上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有宝马的逗了去了 快走吧 孙总已经在公司门口 等着接我们了 我真的没看错 请问您是 紫苹果装饰的胡夏姐吗 我是企划部经理孙旭 孙总您好 我是紫苹果装饰的总经理 你们终于来了 林总非常忠实这次合作 所以让我亲自过来接你们 可见对这次合作的忠实程度 孙随这么说 那么他在天宇集团内 应该有很高的地位 不行 我得抓住这个机会 抱住这条大腿 这对于我们紫苹果装饰来说 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几乎精进了我们公司 全部的精力来做这件事 所以还麻烦孙总在林总面前 帮妈美言几句 对了 顺便说说嘴 我唐姐胡小绿 是你们林总的婚妻 既然有这层关系 那我得伺候好他们来 真的吗 有了这层关系在 看来这次合作稳妥了 你们来的这一路还顺利吗 下次需要来公司啊 您通知我 我过来接您 孙总您可别提了 我们刚刚在地底上面 碰到一个老变态 身上臭轰的 他竟然还用手机偷拍我们胡总 还有这种事啊 这种事啊也是屡见不鲜了 毕竟我们胡总啊颜值高 身材又好 被偷拍也是常有的事 但那个老变态实在是太恶心了 他不仅偷拍我们胡总 还假装摔倒席凶 可恶 这个老变态长什么样 我马上通知天语经团的人去抓他 找到了 他一定好好教训他 让他跪下来 抱歉 他长了 这就会不幸了 我把每天都给你 看这个老变态 你们也会相当心 他今天这么给你的 画面 一定要看 行程 我们还要篪 这就不会有 那个学生 这就不够了 这里 又在这一边 现在 我给你 那么 请进 这是我们林总办公室 来 请进 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 请进 请进 你喜欢拍照 我可以拍的 对啊 林总 你要是劝模特 我也可以当你的摄影模特的 不是 你们 林总 对不起 对不起 请您原谅我们吧 是啊 林总 这一次合作 要是打在我们手里 我们公司会完蛋的 不是 你们在叫谁 林总 这不是我们林总 他不是你们 林总 我们林总才三十多岁 怎么可能是个老实 你们见过这个人 孙总 你确定 他不是你们林总 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没错 就是他 这个袋子我见过 那我公司 我看你 不仅敢假扮林总 还敢来林总的办公室 偷东西啊 我怎么可能来偷东西啊 林天宇是我儿子 是他脑子在这儿等他的 什么 сп下辣子 就可以了 这份誤下